来答辩传媒 我想问一下 最近不是在纽约那个 黄尔区不是有 那个布鲁克林那个难民啊 对像是他们好像在抗议那个什么 把那个什么难民 你这嘴就别虚导往后说了 然后咋的呢 然后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我咋看 他们这个抗议有用吗 你想听好听的还难听呢 听难听的 难听抗议有屁用啊 非得放别人家门口 非得放在白人去就显得尊重你了 白人不得问为什么吗 不得不经要问吗 非得放别人家才行啊 他们这个老美是不是在恶心我们 我说实话那确实 他们要说那就凑巧 这合适 我们要说的话 你确实拿着拿我们不当人了 但是我跟你这么说吧 按照美国这些 这些人口分布的这个居住方式 他 他也就放在华人区旁边 发生问题的几率可能小一点 就是发生治安问题 发生什么问题可能小一点 你说不好听 就是华人好欺负 好欺负 你抢你 当咱家大姐那马路上 你就是包人抢走了 啥人抢走了 也不会打地的你扔你扔老黑区 你是 天天不低 天天不低了个物资 不低了个波巴 天天把大家追你啊 你还难民营 你到最后给你干成万人坑的给你 对不对 你扔韩国人周边不也是一个效果啊 你扔你扔印度人周边也还是这个效果 你只有扔的 只有扔在咱家大哥大姐旁边 他们是安全的 说白了 人是从人道考虑的 但是这样一落的话 华人区 他好像身衣服都坐不下去了吗 本身 我说这话啊 虽然说是 咱不能丧良心的 都是 都是咱们同样皮肤 同样面孔的人 不能说那个难听的话 说你们死了才好呢 不能说这话 也不是幸灾乐祸 但本身 在从美国那个角度出发啊 本身那个区域 华人呆的那个区域 就是什么 那个法拉圣啊 布鲁克林啊 什么这些 就挺乱糟糟的 存在非常多问题 就不是你们想象说 小商小贩卖点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 里面干啥都有 对他们来讲 其实也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明白 比如说天天 你们就看那个 马路上抓北地摊的那个 抓不完 他哪有那些人的 现实他们外面 你想话了 这个车玻璃砸了 那个明天脑瓜眼打没了 那个前胸开个大窟窿 就这头都处理不完 天天哪有那闲工 管你上大马路上 摆个摊摆个摊摆个那的 他这些事都管理不完 管理不完那咋办呢 我天天还得 我还得飞行上你这抓他 你习乎喊叫的 我没摆 我没说 他们本身也挺头疼 说白了 你在那不是特别招人待见 这是问题根本 你如果说就是 他们这一大家的人 本身就来自全世界 这个五湖四海的 世界各地的人 到他那一个地方去活着去 本身最大的问题 就应该是如何相处 明白吗 就是本身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人如何相处到一起 然后他们这个 这个摆在那 这么多大问题处理不了 就只能处理一些小问题 然后这种什么摆地摊 摆啥的 浪马七糟 里面各种就是 围点小法的这种的 人家管都不愿意管 你本身也是问题群体 而且人家你也不招待见 税收不高 票率不高 我找我管你干啥 懂了吧 知道知道 谢谢 谢谢 嗯 嗯